做梦就儿 这是由木叶偏仙分享的第154个因果故事 木叶很少讲鬼神故事 因为无从考证 不过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真假不论 木叶觉得这个故事中的因果关系 特别能说明问题 广州有个姓豹的扶商 买了一处依山傍水的风水好宅 搬家当天 大人们忙于搬东西安置物品 孩子们则跑到后山上去玩耍 玩乐间 一个孩子无意中 撞在了一个凸起的土堆上 土堆被撞后塌陷了下去 孩子们因为好奇 就将土堆挖开 没想到挖出一个年代久远的 埋葬枯谷的坟墓 于是吓得一哄而散 几天后 裸露在外的尸骸 就被前来觅食的野狗叼走了 但是这件事情 孩子们都没放在心上 也就没有告诉大人 直到有一天 那个孩子突然陷入了昏迷 而且是完全没有来由的 富商鲍某把孩子送到大医院里救治 却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最后只得将孩子接回家中 听天由命 这天夜里 鲍某坐在孩子床前 拉着孩子的手 心中很是难过 迷迷糊糊中 他感觉自己飘在了空中 这时 他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于是飘飘然出门一看 竟是一个鬼差 鲍某很诧异 鬼差说 有位姓张的阴阳师将你们父子盗了 判官叫我来带你去硬撞 于是鲍某的魂魄 便随鬼差来到了阴寺的大堂上 到了那儿 鲍某一眼看见自己昏迷不醒的孩子 正哭哭啼啼地站在那里 盲问缘由 只见旁边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开口道 我生前是本地有名的风水市 此后尸骨葬在此地 没想到你儿子在玩闹之间 撞坏了我的墓穴 将我的尸骨暴露在外 引来野狗啃食 我与你们本无冤仇 今日却遭此不公 怒气难消 所以将你们父子二人告到阴寺殿上 求判官还我公道 鲍某一听 盲问孩子是否属实 孩子哭着交代了事情经过 鲍某听完心想 确实是我的理亏 看来今日我父子二人难以活命了 想到这里 不禁悲重踪来 眼抱着儿子痛哭起来 正在伤心之际 只听唐上判官开了口 不愧是风水师 好一张伶牙利嘴 你有今日之果 实是你身前所酿 死后居然不知悔改 还要赖在别人头上 你身前 以给人看风水为身 每次看到风水宝地 就跟人多讨赏千 有些富贵人家 让你物色目的 你为了私利 常常以刺充好 更可恨的是 你埋谷之地 本来就是他人所有 为了能居为己有 你竟然恐吓他人 居心太过阴毒 幸亏上天查得此事 才让孩童踏破你的墓穴 让你的尸骨流落于荒郊野林 你这贱命 岂可担当此跪地 判官说完 立刻令姻差 将暴氏夫子送回阳间 暴氏夫子两人 突然就醒了过来 只感觉之前所发生的一切 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分不清真假 木叶天仙感 有果必有因 哪怕是看起来 相当不公平的结果 也是因为以前 种下了不善的因 所导致的 常有朋友感慨命运不公 自己没做恶事 却恶连连 且不说是不是真没做恶事 仅是出现了这样的恶报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个世上唯一能审判您的 其实就是您自己 您的所作所为 感召来了这一切 善恶有报 如果不曾种下恶因 怎么会有今日之恶果呢 而我们往往断章取义 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眼前 而看不到数不清的过去 就如故事里的风水先生 只看到眼前自己的利益受损 而没有看到这个利益受损 是因为他过去中了恶因 也正如此 很多朋友评论时 只看眼下 就认为没有因果 但没有看到更长的以后 更不用说来生了 这就是木叶讲这个故事 想要说明的